大家好,我是一只鸽子 Hello,大家好,我是一只鸽子 我们家呢,装就已经装了七七八八了 没想到装了这么久 这个期间呢,家里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这个视频大家记得看在最后 今天呢,我来做host 就像标题一样,大家看到了 我们决定不做某种up主了 聊想当初立下flag做一个百万up主 如今还是个小透明 那经过我跟欧卡妈的生姿熟虑 我们最近觉得手工类的很火热 所以呢,结合我们自身能力 从今天开始 这个频道的主方向会改成手工类视频 密切关注我们频道的小伙伴都知道 我平时没事就修修房子做做木工 可能还能搞搞纺织 再看看观众老爷对我的弹幕评论 还有谁?我? 哦,膨胀了 竟然有这么多人喜欢我的手艺 说不定今年做视频 明年就成为百万up主 犹豫什么? 现在赶快订阅 你就是我的老板 好,先带大家看一下新家 哦,学学吧 我把架勾 怎么样 我们变成手工类视频怎么样 有没有意见 如果你们喜欢就生生舌头 嘿嘿 看来你们很开心吗 猪包还没做好 还差砖没有贴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可以专门做一支贴砖给大家看 所有的七角线 轮框全都是重新做 全都是新的 哦,这感觉 来来来,再给大家看看以后快速会用到的工具 这些都是一些普通平常会用到的 还有一些更专业的 我个人就是点我的粉 什么? 你问我这个工具怎么用 下次我们乱们来做一次 为了本频道 我们还配备了专业的剪片师 剪片师在努力工作 喜欢剪片师出镜的话可以扣1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精彩 本频道还有两位非常迫性营业的临时小助手 一个叫欧卡 一个叫恰卡 来给大家打个招 好了 最后请大家密切关注欧卡吧第一期 港湾雷射水果刀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评论,分享 最后祝大家一人节快乐 拜拜 最后来告诉大家 为什么装修了这么久 两个月的装修透了半年呢 因为欧卡跟Chako要做姐姐了 欧卡Chako你们开心吗 长大了要上上星星 你们俩是姐姐了 后知后觉啊 好玩呢 你要乖啊 你是大嘎姐 嗯 大嘎姐 你嘎姐 还没明白 我生哩了 我要做爸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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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愚人节玩笑哦